最後我們要叫的東西叫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就是指的在空中自由落下的東西叫做自由落體 什麼叫做自由落下 它只受到地溪引力的影響 出速至0 這樣就叫做自由落體 你的手拿個球伸出去 放掉掉下來 這樣叫做自由落體 你要跳傘站在機門口被人家踹出去 這個不叫做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就是出速為0 出速為0 而且只受到地溪引力的影響 這種東西就叫做自由落體 因為它是自由落體 它只受地溪引力影響 所以它有個固定的加速度9.8 這是我們以後也會學到要被的 重力加速度9.8公尺秒平方 所以自由落體運動就是一個出速為0的等加速度運動 如果考試想要考自由落體的計算 它會比較簡單 為什麼比較簡單 因為有兩件事知道 所以如果考試想考你自由落體的計算 其實它比前面的題目要來得容易 因為你有兩件事已經曉得了 出速是0 加速度是9.8公尺秒平方 我們這個代號寫做G OK 以後我會再說一次 那麼我們就問5公斤的銅球跟20公斤的鐵球 從同樣地方落下哪個會先著地 這是一個重點 答案叫做一起著地 你怎麼會曉得它應該一起著地呢 來畫畫VT圖嘛 這兩個VT圖會一樣斜 為什麼會一樣斜 因為加速度一樣嘛 然後呢 這個面積叫做位移 這個面積也叫做位移 這兩個面積誰大 它一樣大 因為從同樣的高度掉下來 所以搞了半天 這兩個小學生效怎樣 全等 全等是什麼意思 著地的速度會一樣 花的時間會一樣 所以和誰先著地 答案叫做同時著地 同時著地 所以我們兩個東西 從同樣的高度一起掉下來 不管一個比較重 一個比較輕 無論如何 它就會同時掉到地上 著地的速度一樣 而且花的時間也一樣 當然走的位移還是一樣 可是現實生活裡面 常常不是這樣啊 原因 有摩擦 有空氣阻力 我們講這個時候 是假設我們只受到地心的影響 沒有摩擦 沒有空氣阻力 那就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自由落體落下時 同樣的高度落下 會一起著地 著地的速度也會一樣 然後所以任何兩個都是一樣 同時著地 著地的速度後面都會相同 都會相同 這就是我們自由落體的一個重點 當會會有給各位開一個很古老的影片 好 這是傳說 這是我們的 嘎拉利略大人曾經做過的事情 就是因為亞里斯多德時代的想法是 重的會先掉下來 輕的會後掉下來 那他就找了幾個鐵球去做 砰砰 結果一起 掉下來 所以證明他那個樣子錯 這樣錯 不過這個實驗到底有沒有錯是掛個問號 就是傳說有做過這件事情 好 那我剛剛講過現實生活經常不是這樣啊 沒有一起啊 那是為了什麼 有摩擦 有空氣阻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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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阻力大的 就會比較晚著地 好 所以 剛剛跟你說過了 如果要考計算 他會更簡單更容易 因為 一 初數知道零 二 下初數知道九點八 所以你就更好做計算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美國太空人在 那個 月球做的實驗 他 但是因為這個片子很舊的 所以他的解析度非常的不好 他 他呢有一個是拿一個槌子 一手呢拿著好像是羽毛之類的東西 然後去放 看誰先掉下來 他應該是右手拿的是槌子 左手拿的是羽毛 然後放手 一棒 一棒 看誰先著地 一起著地 自由用主 一起著地 因為月球沒有大氣 所以沒有空氣主義的問題 網路上還有別的影片 那個 有一個台灣人玩的 還有一個 有人拿一個非常大的 找一個做非常大的 真空的房間 去做這個實驗 那 基本都一樣 就是一起著地 OK 所以 請做課堂練習